这种内向爆发解散为之之后 现在又有一支职棒球队成为了新闻焦点 米迪亚暴龙的执行长施建新 一篇在网络上自曝 球员可能有打假球的事件 引发了渲染大波 在BBS战上 米迪亚老板施建新以小心为名 发表了这篇球队难管真相 只中一段我先给你50万 再帮你把这50万压输 输三分就进分洞 三倍你就赚150万的言论 会生会营的说法 让职棒最害怕打假球的阴影 又再度笼罩 这个爆炸性的话题 事件新下午也召开记者会 紧急灭火 我当然没有去求证过 我今天在那边发言的 我的对象也是一个乡名 我的身份也是一个乡名 今天大家引述我说 今天是在打假球生命 我再次声明 至少到这个stage 我认为今天我们的球员 真的是清盘在打 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的心情真的是 是在举例 依据原来只是网络乡名的说法 不过谈到职棒杜晓月的困境 事件新可是越说越激动 现在真的是脱稿演出 我真的是跟你们讲 不要每天都被骂骂骂骂骂 骂完就不进场 报名们站起来吧 我就跟你们讲 我这个爆头已经快被打成爆头了 你们还不来听我 不然是要谁听我啦 事件新的脱稿演出 联盟也第一时间 堵上防火墙 就怕效应扩大 我们站在 就是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 要维护球赛的品质 在这个角度 有球迷去提到说 可能他在这个整个 外面的这个巡违极止 有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到的地方 我们就会加强这一方面的 从车力解散到米迪亚的自爆新闻 一枪开得比一枪猛 中华职棒面临的难题 也显得越来越血上加霜 世界体育中心记者林子浩 新庄采访报道